表面上看,韩国是美国的盟友,其实它根本就是美国的一个小跟班,对此,美国的盟友其实也要分极别。 第一类就是欧洲盟友,比如英法德,这些国家虽然与美国是盟友关系,但拥有完全自主权,在很多的外交决策上,敢于与美国唱反调。 第二类就是澳大利亚、沙特和印度的,这些国家虽然经常以美国的外交政策买首是瞻,但牵涉到自身关键利益的时候,也会时不时挑战美国的权威。 第三类就是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,他们表面上看似美国的盟友,而骨子里却是美国的小跟班。 第三,虽然从经济军事上来讲,日本和韩国当属亚洲强国,但是为了讨好主子,甚至会不惜舍弃自身利益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高度一致。 比如日本,为了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,在与俄罗斯商谈北方四岛的过程中,有出人意料的对其进行制裁,这不是舍弃自身利益,成全美国的行为吗? 反过来再看韩国,近日以为把美国制裁为由,竟然扣押了一艘俄罗斯货船。 韩国媒体2018年10月1月报道,一艘俄级货船在屏口釜山告示,韩国邦命以干货船违反了美国出台的制裁而对其进行了扣押。 对此,俄外交部马上召见了韩国驻俄罗斯大使,提出严正交涉,韩国则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,扣押俄级货船。 是非常鲁莽的行为,随后俄方要求韩国海事部门马上解除该船出港建议,并且特意强调四个字,立即放人,还要先俄方澄清此事。 依此可以看出,俄方对韩国扣押或船运势态度非常强硬。 但事实上,美国则是不想看到两国走得太近,让自己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,就如笔者以往所说,如果两国一家亲,那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就会迅速下降。 通俗讲,美国在世界各地,都采用的是这种外交政策,只有紧张逼对的气氛,才能让美军挖掩腾黄的进入地区局势,处当世界警察的角色。 那韩国在此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呢? 可观上说,韩国在紧张的局势中,只能算一门数人摆布的棋子,韩国就地理位置来说,本身缺乏安全感,比如北边的俄罗斯,南边的日本,西边的中国,它其实刚好处在亚洲军事强迫的中心位置。 在外交政策上,就算不是胆战心惊,也是彷徨四顾,因此,韩国也拥有了美国控制它的天然条件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在半岛做出任何决定,韩国就马上会采取负荷的态度。 这其实在更多时候,也是一种小国的生存之道,无奈之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